他自己说我们就必须要再讲更深一点 就是那个策略性的这个行动 那谈到这个策略性的行动的时候 我们就再次要提到 要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这基本问题是关系官复到什么呢 就是到底你和我需要什么样操练 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属灵问题 到底我需要什么操练帮助我 可以突破的问题 那我可以活出耶稣的生命来 那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之前 容许我跟大家谈就是如影的另外一段话 在他本书里面从《饭想到祈祷》 那本书里面他提到说 任何人如果没有过真正的祈祷生活 光是靠这个心愿而没有相信 具体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所以跟随耶稣需要有策略 有具体的行动跟方法 这就是我们殿下所关心的 那些属灵操练的部分 所以因此我们就跟大家来思考 这几个根本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如何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属灵的操练 怎么知道呢 这里跟大家分享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到底耶稣基督像什么 很简单 第一个问题 到底耶稣基督像什么 你们会说到底耶稣基督像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其实也很容易 打开福音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耶稣长得什么样子 我们耶稣怎么去跟人互动 我们耶稣怎么跟父神互动 我们耶稣怎么跟他的门徒互动 我们耶稣怎么传福音 我们耶稣怎么医病赶鬼 耶稣怎么关心到那些孤儿寡妇 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 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 到底耶稣基督像什么 第二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生命有哪些的障碍 让我没有办法像耶稣 我生命哪些的拦阻 让我没有办法活出 耶稣基督的生命来 第二个问题 我不要问说 我自己本身有什么障碍 那我没有办法活出这个生命来 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跟随耶稣那么的难 为什么跟随耶稣 我没有这个动力 跟随耶稣我没有这个期待 我没有这个想法 到底问题在哪里 所以因此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才问的就是 到底我需要进入什么样的操练 帮助我突破我的障碍 最后活出耶稣生命来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到底我要进入什么样的操练 那我帮助我突破这些问题 突破这些障碍 那我最终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 所以因此就必须要跟大家 在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 来分享这些不同的属灵的操练 还没有分享这个操练之前 容许我跟大家再来看一节经文 就是来自耶利米书的第六章的十六节 先知耶利米怎么说呢 耶利米如实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 访问古道 那么那是善道 便行在其间 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 这个古道可以让我们心里得安息 弟兄姐妹 这个古道就是我们要给他 等一下提的那一个操练 这个操练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 真正得到安息 但是你看到他们当时候 对先知的回应就是什么呢 我们不行在其间 但愿这个不是你和我 对操练的回应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 这些属灵操练的这个学习 当属灵操练的时候 容许我跟大家再提一个例子 就是来自于潘霍华的这个例子 潘霍华他有一次被邀请 去为一对新人振纷 在振纷的时候 他对这些新人本身 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这段话本身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可以应用在属灵生命上 它是什么呢 Today you are young and very much in love 今天你是年轻 你们彼此非常的相爱 And you think that your love can sustain your marriage 你会想到说 你的爱本身可以维持你的婚姻 你的爱本身可以维持你的婚姻 他说 it cannot 没有办法 Let your marriage can sustain your love 让你的婚姻来维持你的爱 听懂吗 不是那个爱来维持婚姻 是那个婚姻来维持那个爱 我们那个操练本身要维持 那个爱跟什么爱的关系 那个天天你跟你太太 跟你孩子的互动方式 要维持那个爱的关系 听懂就不是吗 那个婚姻本身 要帮助你维持那个爱的关系 而不是爱要维持 那个婚姻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 那个属灵的操练的部分 那个天天的动作 OK 那个出门的时候 跟你太太亲一个嘴 说Honey 甜甜啊 不是蜂蜜 蜂蜜 那个 好棒啊 好棒啊 那个什么 所以因此看到说 那个这里我想那个什么 中国人比较不想 不会说太太是Honey 我们说什么 太太是什么 是豆浆吗 是 是什么 是那个 是珍珠奶茶 所以那个这里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不是爱来维持婚姻 乃是婚姻来维持爱 好 另外一个原则 另外一个教导是来自于 春桑春树 我想在座朋友们 读过春桑春树的这个作品 他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位小说家 那么 春桑春树本身 他的小说也拍成电影 这挪威的森林 那么他的这个名字 有几次被提名 成为这个诺佩尔奖 文学奖的这个候选人 但是他没有得到诺佩尔奖 那春桑春树本身 他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 那么他有本书 谈到跑步跟写作 就引起我的兴趣 因为我蛮喜欢跑步 跑步 那在他书上里面 他提到他的一种生活模式 他生活模式就是一种操练 这操练本身 让他可以不断地 可以有非常好的小说的产生 他说什么呢 在早晨四点起床开始写作 那么七点吃早餐 然后去跑步 下午搞翻译 晚上听音乐 九点不到就上床 所以我们要快点结束 那么 每周六天 每天十公里的长袍锻炼 把自己所拥有的有限才能 专注到必要的一点的人力 不过没有这个什么重要的事 都无法达成 请大家注意一下 他的生命的生活的循环 他一早起来 他就开始写作 七眼中吃早餐 这个是非常有规律的 非常discipline 是有纪律的一位作家 他说他如果天天维持 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纪律的话 他的小说就一本一本地出 所以我谈到这个 属灵操练本身 也就像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进入这种 生命的操练本身 帮助我们达到 我们现今没有把它达到 就是我们不像耶稣那种 生命的特质 那这个是村上叔叔 所给我们的一个 他自己本身 可以体现的一个 生命的一个特质 好 接着就跟大家来谈 这个属灵的操练 操练 那今天晚上 我会比较快地讲过去 因为我下礼拜就会 或者后面几周会跟大家谈 比较详细的 包括我们怎么去做的一些部分 在我后面的学习当中 所以那个什么 我今晚就稍微提一下 后面会跟大家 比较进一步的 谈到那个什么 那个比较功能的这个部分 那第一个操练就是 就是所谓的泛慢脚步的操练 操练 弟兄姐妹 忙对我们属灵生命最致命 当一个人忙的时候 他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从他早上睁开眼睛 到晚上闭上眼睛 都是被他自己的事情所占满 当他的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空间 被他自己的事情所占满的时候 上帝没有办法进来 上帝没有办法介入他的生命 所以因此他生命没有改变 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 腾出时间来 腾出空间来给神 所以一个婚姻本身 也是这样子 这个婚姻本身要改变 要腾出时间 腾出空间 给你的那个所爱的对方 不是吗 家庭要改变 要腾出时间 腾出空间给你一个孩子 不是吗 所以因此看到说 方慢脚步 帮助我们腾出时间来 腾出空间来 那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 这个对我们属灵生命是一个一大的突破 忙对我们属灵生命是非常致命的 致命的 忙这个字中文怎么写呢 就是心事死的 所以这里跟大家分享两段话 第二段话本身提到贩卖 是一种渴望 是一种渴望 避免让自己陷入匆忙的生活 成为工作狂 放慢 是一种克服内在匆忙的方式 透过放慢 我们能够全然地品尝 献客的盛事 很多时候我们 为明天而忙 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 好的活在当下 很多时候在我们在高中时期的时候 我们想要拼命的上补习班 拼命的K书 那我可以进入好的大学 当我进入好的大学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 盼望说可以好好地读这个大学 将来可以进入一个好的公司 当我进入好公司的时候 我想说 我必须要累积一些财富 帮自己买一个房子 那我买到房子的时候 我想说必须要好好的 为我的退休 这个计划来做准备 就忙着做这些 那忙着这些之后 帮我说我可以找到一个很棒的太太 那么成立一个好棒的家庭 很多时候 好像这个是秩序比较对 不是优先谈到成为家 是优先为自己的退休来做安排 现在好多年轻人 不想有孩子 不想结婚 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 其实当我结婚之后 当我孩子之后 想说 怎么可以好好的 在我的晚年当中里面 找退休 过一个很好的生活 当我们要准备进入观察的时候 观察的时候 发现到说 我没有真正活 因为我就为明天而活 为明天来追求 我没有办法为当下而活 一个忙的人 他错过很多 上帝要对他说话的时刻 上帝要对他亲近的时刻 他如同这边所说的 他没有办法全南地 品尝献客的圣事 好 这个是这位 凯云这位女的一位 属灵导师所说的 他说 还有一位齐利夫 这位学者 他提到说 如果你不能花时间 什么都不做的话 你就是做的奴隶 什么都不做 是一个激进的 革命性的行动 他把你从这个世代 最普遍的奴役 也就是时钟的奴役 解救出来 时钟衡量的事 所做而非所事 这里他有一些 非常有智慧的话语 所以因此下个礼拜 我们跟大家来思考 怎么放慢脚步 怎么腾出时间来 怎么腾出空间来 导致我们生命本身 是对神是开放的 导致神可以进入 我们生命本身 带出生命的改变来 这个是我们需要进一步 跟大家来做学习的部分 接着给大家提 另外一个操练就是认罪 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 认罪 今天在这个信用堂 你们的长老 没有要求你们 跟他们告解吧 没有吧 在我们的教会传统里面 我们不做这个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其实蛮健康的 认罪是很健康的 为什么 因为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那个 最不能看到阳光的地方 最不能铺在阳光下面的地方 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最致命的 不是吗 那个隐藏的 那个地下室 那个沉默的羔羊 那个人可以从你的被子 皮上扒下来 做衣服 那个非常恐怖 那个隐藏的你 那么那个对你属灵生命 是最致命的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 认罪让我们很自由 认罪的人我们知道说 可以比较容易亲近 容许我讲这个比较不好的例子 认罪我把它说成是 冲马桶 一个不认罪 他不冲马桶 他活在这个臭气 冲天当中 所以大家不容易亲近他 因为很臭啊 那么不认罪就如同 他生命没有冲马桶 这个认罪本身 让我们生命很自由 大家看一下 就是潘华所说的 他说什么 在近前者当中 突然发现一个真正的罪人 是会叫许多信徒惊慌失措的 所以我们只好和自己的罪独处 只好杀访 只好假冒为上 一个人若要和自己所犯的罪独处 那真是孤单透顶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认罪 你给你自己一个人 面对你的罪 这个会让你跳楼自杀 这个已经有很多例子 在例子上 如果你没有一个神 可以帮助你 没有一个神可以接纳你 的下场是这样子 这里方法讲得很清楚 一个人若要和自己所犯的罪独处 那真是孤单透顶了 好 所以认罪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 有些东西 是让我们是要突破的 是要冲掉的 导致我们跟神才可以 有更亲密的关系 好 这个是第二个操练 第三个操练就是 独处与静默 那么这个下礼拜 我就必须要跟大家来 谈这个独处跟静默 那么这几个礼拜 我跟大家谈到 独处跟静默 基本上是我们属灵操练的 对象 我们属灵生命的基础 如果没有独处 没有静默 我们谈不上属灵的操练 在我们的比较熟悉的用法里面 我们用那个词是灵修 灵修 那么但是 这里所说的是 那个独处跟静默 到底什么是独处 我们生命当中 有没有独处的这个部分 到底什么是静默 我们生命当中 有没有静默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没有停下说话 那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聆听神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会跟大家更多的理解 怎么叫独处 怎么叫静默 怎么独处 怎么静默 也就是我们后面需要跟大家来学习的部分 所以因此 晚上我就稍微提到 好 在看这边提到独处跟静默的时候 有一位 Susan Muto 也是一位属灵导师 她说 在一个充满噪音的世界 连要听到自己的思想都很难了 更不要说 安静 知道你是神 然而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来说 似乎无关 无论我们再怎样忙碌 寻求安静的时刻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不应该对安静避之唯恐不及 好像那是个空泛之地 而应该与安静做朋友 之之为神清静的卧土 安静 是跟神清静的卧土 如果那个可以帮助我们清静神 弟兄姐妹 那个就非常重要 这就是我们需要跟大家再进一步谈的部分 好 再看这边另外一句话是来自于潘华 他说 我们是如此害怕安静 以致我们不停地追赶一个又一个的活动 好让我们不需要以自己独处 好让我们不需要从镜子里 看到自己 所以因此看到说 帮华本身也提醒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不安静 是我们逃避安静 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声音 我们已经 如同一个吸毒者 已经上瘾了 被声音所 如同毒一样 我们需要活在声音当中 像很多年轻人 他必须要不断地戴着耳机 听音乐 他才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所以这里那个帮华提到 安静本身 其实对你和我的属灵生命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得去面对我们自己 在安静的时候 我们过去那些所压抑的事情 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本身就会一一地浮现 这些浮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怎么办呢 就是要去对付它 去处理它 因为那些东西本身可能会拦住你 到神面前来 拦住你跟神 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搞不好会说明 为什么你对属灵生命 没有胃口 没有感觉 没有企图心 好 再看这篇的另外一个操练 就是祷告 弟兄姐妹 祷告也是属灵的操练 门徒要求耶稣说 主啊 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祷告如果可以教的话 弟兄姐妹 祷告是可以学的 祷告也可以学的 那么非常可惜 在教会当中里面 我们都觉得弟兄姐妹 会祷告 在我们神学院当中里面 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的学生会祷告 这些门徒们 已经跟随主将近三年 他们就要求耶稣说 主啊 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 如同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那么祷告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齐克国怎么说 他说有个人在祷告 一开始他以为 祷告就是说话 后来他变得越来越安静 最后他体认到 原来祷告就是 聆听 祷告就是聆听神 跟神进入生命的互动 那这也是我们在 我们最后一堂的 续子当中里面 我们会花一些时间 来谈祷告 OK 好 那第五个 这个操练就是做仆人 做仆人 那做仆人 我们看到说其实 不是叫你做台庸 台庸 那个也不是叫你做这个非劳 那么做仆人什么意思呢 就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没有我们自己的掌控权 我们知道说 在我们社会当中里面 一个成功能是有支配权 他可以支配各种的人 但是在神的价值观里面 在神国的价值观里面 其实我们是要学习被支配的 学习做仆人的 那么在声音上的这个 谈到神的国当中里面 不是那个 那个臣要超权管束他们 乃是要做仆人 做仆人 所以做仆人本身是 什么意思呢 就把自己放在别人手中 让别人来支配你 那怎么让别人来支配你呢 比如说 有没有哪一个礼拜六 你有半天的时间 你跟我们的长老说 你的汽车要不要洗 我帮你洗汽车 你来支配我 或者是哪一个弟兄姐妹 她那个在做叶子 那么那个什么 你就帮她做叶子 或者是哪一个弟兄姐妹 他们夫妻 特别是她的太太 那个丈夫上班 那个太太本身 为了照顾孩子很累 你会说 我帮助你照顾孩子 你跟你丈夫去公园散步一下 这个是做仆人 做仆人本身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 培养一种更健康的我 这个世界本身 它的价值观是 培养加强我们一种 不健康的我 弟兄姐妹 因为它的价值观本身 是让我们的老我 更险要 那价值观 那非常可惜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 连我们教会本身 也走上这种的路 凸显那些 错误的价值观 所以因此看到说 做仆人本身 可以帮助我们突破 某一些生命的障碍 让我们可以活出 耶稣基督的生命来 好 那第六个 就是属灵的同伴 我们都需要 属灵的同伴 这同伴本身 我们不是在一起 谈这个陈伟英 在一起谈林书豪 弟兄姐妹 很可惜 林书豪不是不到家 林书豪是一位 打篮球的人 我们的台湾教会 折损林书豪 对不起 我觉得我们在折损他 他好打球 就是最好的见证 那么他不是不到家 他可以做见证 没有问题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给他错误的定位 那么我们需要属灵同伴 不是来谈林书豪 同伴不是来谈股票 同伴不是来谈 这个美白系列 同伴不是来 我这个 这个暑假去哪里 坐这个邮轮 这个都不是 这个属灵同伴 也不是开杠 也不是来谈韩国语 也不是谈图包纸 不谈这些东西 属灵同伴本身 就是在属灵生命上 可以彼此的负责 我可以对他负责 他可以对我负责 我属灵同伴本身 可以看到我属灵生命的一些的障碍 他可以说橙子话 他告诉我说 这个障碍如果没有挪走的话 你的生命本身 是走向死亡的路 走向堕落的路 所以属灵同伴本身可以 对我们说真心话 属灵同伴本身可以帮助我们察觉 发现到我们生命有哪些的障碍 是需要突破的 所以透过属灵同伴 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属灵的操练 帮助我们突破一些属灵上的问题 好 那么这里有一段话 是来自于如银的一段话 不需要智慧太小 OK 那么谈到这个 这个寻找属灵同伴的这个重要性 他提到说 一般人对找一位属灵导师的 第一个而且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属灵导师难找 这可能是对的 不过缺少属灵导师大部分的原因 是我们不能以开放的态度邀请 邀请自己的弟兄 做我们属灵的导师 如果没有学生不断寻求好的教师 就不会有好的教师出现 那么这里他有提到说 属灵导师不一定要比我们更聪明 或者是和更有经验 重要的是他 只肯接受我们的邀请 领导我们接近上帝 一个属灵导师 帮助我们接近上帝 和我们一同深入圣经 和静默中经验 这个什么 这个聆听上帝的话 上主的话 通常我们会发现 这些受邀请 帮助我们的人 会得到 对不起 会得到帮助人的恩赐 能和我们 同迈向 这个真正的祈祷生活 所以这里 如影告诉我们 到底一个属灵同伴 属灵导师在做什么 同时 我们要带这个开放的心 当我们在寻求的话 神会为我们预备 一位属灵的导师 那么这也是多年 我期待 华神要做的 OK 我们期待我们的学生 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 属灵导师 跟弟兄姐妹一起来 关心我们的灵命 OK 灵命 关心 一起关心 到底我灵命的问题 出现在哪里 一起跟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聆听神 聆听神 一起来跟弟兄姐妹 来突破一些生命的障碍 一起来跟弟兄姐妹 来做耶稣的这个门徒 所以就是 我期待 我华神训练是这种学生 那么 但是 很奇怪 我们的教会本身 对这个没有感觉 没有看见 那么 但这个已经是 在旧历史当中里面 上千年 一直做的 一个牧师 一个传道人 他是一个灵魂的 关顾者 关顾者 他是陪着弟兄姐妹 来聆听神 好 这个是 属灵导师的这个部分 好 这个 这里还有一段话 那么 提到 也是如影所提到 我就不在这边 一一地读下去 因为还只要 剩下一分钟 不好意思 这个时间控制不好 所以因此 跟他复习 这几个重要的 这个属灵的 这个什么 操练 第一个是放慢脚步 刚才提到 那下礼拜 会跟大家更多来的一节 第二个是认罪 第三个是 毒蜀跟寂寞 第四个是祷告 第五个是做仆人 最后就是 我们要有一位 属灵的同伴 那么最后 跟大家分享 这个梅顿的 几段话 梅顿本身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位现代的 一位修道士 他也是一位 属灵的 这个大士 他怎么说呢 不要问我 住哪里 喜欢吃什么 问我为何而活 是什么 让我无法全然地 为之而活 弟兄姐妹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问 你住在哪里 你喜欢吃什么 这个什么 米其林 餐厅 才说更重要的是什么 问我为何而活 是什么 让我无法全然地 为之而活 今天晚上我们所提到的 我们活着是要 跟随主耶稣 学习向他 我们不得不问说 到底 为什么 我们没有这个情愿 去向他 OK 好 再看这边的一段话 做我们结束 那梅顿又说 没有人想当初学者 但我们的面对现实 谈到属灵生命 我们永远都是 初学者 包括我 我们是一起学习 一起来奔走天路 好 感谢神 那我们可以一起学习 来向耶稣 我们是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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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起学习